我暈倒四個 大家好 我是雪姨 今天就想跟大家拍一條 寵旗下藝人的影片 今天這個配置 你們是不是以為雪姨看樓團 不是 我旗下藝人其中一個就是花花 之前拍過很多寵員工的影片 大家都知道花花是獨居 獨居的女士 難免是空虛寂寞和冷 還有臨近新年 一個獨居的女士 應該經常邀請很多不同的男士上來作客 於是 今天我就打算來一個突擊 甚麼突擊是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按旁邊的鈴鐺 下個禮拜的影片就一定會錯的 即時要突擊 但突擊甚麼才當然沒錯 今天我就打算幫她撿屋 然後安排一份禮物給她 上席嗎 跟我來吧 Let's go 來吧 阿琦 何人 你就在家裡等我 有沒有其他男人 你們是發生甚麼 我們今天來渡他的躯動 對了 你裡面到底是怎樣 還有其他人嗎 沒有 沒有啦 今天讓我一個北角小噴泉 放來蓋蓋一屋 首先我們要全部屈尺在這裡 為什麼這裡是風水門 我開完一道車只可以浪費一道門 我開完電話也不做 浪費一道門也不做 為什麼你家比我家更乾淨 不是啦 這是警方的笑視現象 為什麼飛機上的櫃子會在這裡 飛機的餐車 你好 因為我曾經也是一名空姐 但是空姐你為什麼拿了舊公司飛機的餐車 對 因為他們都要淘汰舊的餐車 所以我拿回來用 這裡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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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微熱生憂是什麼 不是呀 這裡 找到了 哇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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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情趣萊姨在這裡 不如這樣吧 事不宜遲 要即時幫你整頓這間家 那我今天就成為花花的呂瀑小說 那主人 我想問 第一個項目是做什麼呢 可能要幫我龜位 這裡已經洗乾淨 還有浪乾的東西 還有洗乾淨這裡的東西 那塊燒炭爐來的 這裡沒有位置啊 這裡 喂 喂 喂 你來拆樓給他幹什麼 哈佬 說真的 真的 多少年沒有洗碗了 你一公司都不洗碗的 我真的完全不洗碗 全部都是我們洗的 如果洗這些碗 你不是有些拆拆的嗎 即是倒進去 你的手不能進去嗎 不能進去嗎 不能進去的 手那麼粗 很大 這隻洗的真正 我想告訴你 嘩 我覺得你要記下這一刻 我幫你洗碗 大哥 我洗碗 大哥 我應該要幫自己 記下這一刻 好 好了 喇 碗洗完了 我們第二項目就是 做什麼好 可能拆了一棵聖誕樹 沒有問題 我最討厭拆聖誕樹 我應該要過來做 好了 之後到另一個項目就是 摺衣服 摺衣服來說 我覺得我真的是世界級的 摺的衣服是 所有男人都非常滿意的 不是 但是男人滿意是沒有用的 因為家裏是我住 我是女人 還有一個特定的摺衣服 很順暢 很英俊 這樣摺 這裡一定要凸一點出來 否則很容易發出邊去 一摺 再兩摺 這樣就可以一件一件 因為你看一下 這裡 我的衣服全部都是這樣的 這麼矯情嗎 摺衣服都要 摺完又拿回來穿 也都 這條庚椅很漂亮 Burberry 對呀 什麼時候買的 兩年前還是三年前 這條庚椅很漂亮 這件衣服我們做的男本 現在首先就是 看看妹妹 還不找到 那些男人的mine tone 這條這麼大 這條這麼大 你穿的嗎 這條褲子已經穿了兩年了 對不起 那褲子有沒有特定的 有 那褲的特定是怎樣 你說起來 行了 行了 沒問題 幫她搞漂亮 剛剛她說褲子 這個角位 她看不順眼 這樣摺 然後這樣摺 然後這樣摺 反過來 可以在那裡摺 摺 真的 幫她摺 這裡 待會還有一個 重量級驚喜給她 糟糕 原來衣服剛才已經反過來 洗了沒有 這裡有一套 哪一套 這裡是Cookie 還有哪一套 我覺得她的房子最 令廳 要再簡潔一點 我覺得這個餐車 完全不搭她的房子 花光了 而且她的廚房旁邊已經有餐車 我覺得這個餐車 不如這個餐車扔掉吧 你試試扔掉這個 因為我們要斷捨離 新年新氣象 可能這個餐車帶給你 令你精神衰弱 不要混 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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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未暫停 你還未暫停 是嗎 真的不搭 我有原因 你 可以的了 當然 花儀我已經幫你斷捨離了 搓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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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這個位置 真的空洞了 現在真的 那你認為 我們這條影片的大乾爹 一早就聯絡了我 就說 打算送一張按摩椅給我 我送給 送給 最需要這張按摩椅的花花 夠快啊 沒有玩的 有的 因為這一張 是那些 比較少的空間 好了 阿嬤那張梳化小天后 已經在這扇門的後面 來了 1 2 3 阿嬤那 真的剛剛好 扔了你的餐車 換了個按摩椅給你 其實我公司 一早已經有一張 很大的 YouDream 另外 這一張梳化小天后 我新屋 都配置了一張 你即時就試一下吧 我即時就試一下 為什麼我選這張梳化小天后 給你呢 你好像玩得很開心 因為 如果好像平時 坊間按摩椅 很大張 那些設計 又不合你家 所以這一張 我覺得是很搭你的家 而且你會覺得 現在加了Cushion 去坐是很舒服的 那你喜歡看電視的時候 就放Cushion 又或者 其實你也可以 躺平的模式 慢慢斜斜在那裡 看著電視 看著Projector 然後又可以按摩 很舒服的 另外 這個座位很寬敞 你坐起來很舒服 而且它真正按摩的時候 它的肩頸 它的背部 都按摩得很到位 很多人都會覺得 這些小小的按摩椅 你一定沒有大張的那麼舒服 當然大張有更多功能 但如果一個小的家 你也可以享受一個 很舒服的按摩 的一個Journey 其實這一張 就真的很適合 還有這裡 有一個小茶器 如果你喜歡 就放一個Laptop 做事 如果你不喜歡 又拿回去 不喜歡的話 整個就這樣拿起來 然後就是 你本身可以連回 Ossium的App 去到使用 另外如果你覺得 用App 家裡有老人家 很煩 你這樣按已經可以了 對 它還有一個USB 充電的位置 而且我自己覺得 很多時候 比如我們搬家 或者家裡 都很貪心買一張三座位 可能想著 你會坐得舒服一點 其實你想想 如果三座位沙發的話 很多時候都會坐 要是最左邊 要是最右邊 中間的位置 其實永遠都不會坐 其實也不知誰坐 所以說 其實如果你家裡 有三座位沙發 不妨可以考慮 將它變成一座 兩座位沙發 然後加一座沙發 小天后 三個位置 都可以Fully Utilized 你還可以 就真的 安座加租 享受一個更舒適的按摩旅程 好了 說到這麼好 相信大家都想添置一張 現在有一個早料的優惠 由現在開始 到1月23日之前 你下單的話 那就行了 積減6700元 嘩厲害 還可以guarantee你 新年之前 已經可以有新花絲用 包上送貨 包你由現在開始 旺到兔子之年 好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這條影片 分享給朋友 原來 如果強迫吃這麼嚴重 好了 今次影片就分享更多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期影片 請もう一會兒 我們下期影片 我們下期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